好 接著我們來看 觀自在菩薩 行聲般若波羅蜜多時 一般佛門的人 把它唸成恨神 公恨的意思 公恨就是你的修為啦 那我們既然習慣唸行聲 候選就隨身各位的意思 什麼樣的功夫 才能夠讓我們般若波羅蜜多 能夠出生死苦海 到涅槃彼愛 其實談聲談潛都是相對的 我們講行潛就是小聖阿羅漢 超越我們六道的眾生的修為 他破了我職 對於法職沒有破 阿羅漢的法職 前邪門不要誤以為 他把花花世界當真實友 他知道六道之內 三界之內都是虛花假景 但是他不知道 佛祖講的涅槃之樂也是虛花假景 那是對應凡夫有生死 所以佛陀講靈性不生不滅的那種涅槃之樂 其實每一個人的靈性都是不生不滅的 可是阿羅漢不了解這個意思 他對於意理的認識不夠什麼 不夠深入 所以他們就一直執著自己能夠出六道 然後想涅槃的那一種樂就夠了 就不願意再去進一步的往上去提升 所以我們在研究楞言經的時候 談到了欲界色界無色界 到了無視界無色界 斯陀凡之相之后 他有分兩條路 一條是我們透過修阿羅漢能夠提升到菩薩 另外一個有妙 就是你的根性就停頓在那裡 只修一個阿羅漢的 那個叫做頓根阿羅漢 所以法職沒有破有妙就成空首級了 這個叫做行淺 行聲是人我直法我直都破了 明白空不住空 明白有不住有 空有都不住的時候 進入到第一 第一就是我們的真如門 不生不滅的真如本性 你的功夫要行到這個地方 才是心經裡面所說的 般若般若密多時 時就是當下 你功夫到位的當下 你就能夠抵達這個境 所以我們在一路的學道過程 你不可以厭倦生死阿 你對於這個人世間要能夠有那個大願 我不厭生死 樂於再來人世間歷練 去承擔更多的一個什麼 聖夜 可是既然要來歷練 現在就要由於代之阿 在我們生命存續的當下 有活習的學習的機會 我們要不斷地往裡面 什麼 去進化 然後往外面與人去廣結善緣 這個行聲要定義出來 行的功夫有多深 看什麼 你的觀照的功夫有多深 觀照已經講過 不單是觀己 還要觀天下眾生 這個才是佛門講的觀行的真正的意思 你觀得越深 你就越能夠開啟自己的智慧 怎麼講 如果凡夫把世間的一切萬有 當成真實有 所以就牢牢不放了 就有了六道的輪迴 貪得越多 執著越重 就墮落到三惡道裡面 阿羅漢只是知道 人世間的虛花假景不貪質 所以他就開出了他的一切智 他就能夠遠高於眾生所有的智慧 他看得廣聽得遠 所以阿羅漢就具足六種神通 我們講這個所謂的宿命通啊 他心通啊 天耳通啊 天焉通啊 如意通啊 還有肉鏡通 他沒有煩惱 所以我們看過很多阿羅漢 大阿羅漢 趁愿再來的事蹟 受過種種苦行啊 他不畏懼的 後學看過 健躍和尚 據說他是優玻璃再來 也看過大家設尊者再來的 這些阿羅漢的視線 他們來人世間所經歷的一切 就跟過去釋迦牟尼佛在經典 敘述十大弟子 那樣的一個修養啊 他的戒律依然是嚴謹的 大家設尊者修苦行第一了 他幾乎是絕育沒有慾望 他再來人世間的時候 所有外界的聲色名利 不能動他分毫 這個叫根氣 所以我們今天的修養 攸關我們再來所視線的一個面貌 所以你只有看破的假 看破的有 你留在空裡面 那個是一切智 如果能夠進一步的開悟 緣起假有 由空去入有 我能夠進一步的去教化別人 那個叫做道種智 就能夠開研八萬四千法門 因材施教的本領就夠強了 然後有沒有 於這一切都不記 都不執著的時候 把最後的一品身像 無名也破了 空有都不住 都不住 忠道也不立的境界 那個就是佛 佛的時候叫做一切種智 含一切智內聖 含道種智外亡 叫做一切種智 所以一個人 關心的功夫有多深 你的智慧開啟有多大 成就就有多大 那這些從哪裡來 從文字般若而來的 有文字般若 依文字般若起觀照般若 才能夠陣入到十項般若 三者的關係是不可偏廢的 當我們能夠般若 般若密的時候 那一刻的時候 召見五韻皆空 那一刻你完全豁然開通了 五韻是什麼 色受想行事 以色受想行事代表一切萬法 色就是我們顯而易見的 這邊解說一下就好 你看色是什麼 色就是有直愛的有相的 有一個物質存在那邊 有物質存在那邊就會障礙 我站在這裡 你就不能跟我擠在一起 不是站在我的頭上 就是下面挖一個地洞 同一個空間同一個時間 當時只能容下一樣東西 對不對 這個叫做直愛 這個叫做色 那這個就是我們講最明顯顯而易見的 內在的這一顆身 四大假有 友情世間 外在的依報世界 我們所生存的這個環境 地球也好 宇宙其他的行星也好 那也是四大假核之體 內的這個 外的那個 友情世間 氣世間 都是假象 都不要執著 所以抬頭看月亮 沒有千里共產圈 它就是一個行星而已 不需要有那麼多的一個想像發揮 當然 偶爾你在陰地修行的時候 生活不可以少掉一些樂趣 但是不要過度追逐這些樂趣 而迷失了自己真正的一個方向 這是你要看破色 後學剛剛講 色身要看破 氣世間要看破 氣世間看破 你就沒有境界愛 對不對 色身看破就沒有自體愛 前面不是講嗎 你去我直 這兩個都破 所以不是只有看這個破 於境界也不貪值 那這個為什麼要第一個把它看破 我們剛剛講 觀行的第一觀 先觀生十四大假有 你所有講解的過程 什麼地方次第出了問題 你會發覺你講不順的 前面跟後面不一樣的 這個聖人說的跟那個聖人說的 不一樣的 那是我們錯解了 所以先破色的原因 是因為 這個叫做色法 那心法是什麼 一切萬法不離開色法 不離開心法 心法就是你的精神的心理作用 受想形式都是 把這個色身當成是真的 一旺生而起的念 都叫做旺念 這是我的孩子 境界愛 這是我的房子 對不對 然後這是我的道場 這是我的道清 然後這是我做的事情 你在一切境裡面都會流連忘返 這是你的心理狀態 所以於色你不能看破 後面的心理你就不能夠去進化 所以先觀升空 再觀星空 心念的起伏是假的 誰是我們的孩子 昨天雪姑走了 後雪有在想 雪姑沒有孩子 因為她是清修的人 她走了 我們昨天都很感傷 我講話是老實話 請問這份感傷會停留多久 應該不久 這是人之常情 你一直感傷 是你不正常 孔夫子都講 父母之上是最悲哀的 他給你三天哀妻的時間 超過三天 他認為不可取 你不要以為我想我的爸爸 想我的媽媽 想到痛苦欲生 這個叫做行孝 這個在聖人的眼裡 是愚不可及的 看看領記你就知道了 所以你能懷念他多久 我告訴我自己 我或許也不能懷念他多久 但是他這一生的行事的方法 對於我們的關愛 我會永遠激勵我自己 把他的精神傳承出去 這是他能帶給我的啟示 那麼他沒有後代 懷念他的人不會很久 有後代的人 就能夠被後代思念很久嗎 後學不是講過一件事情嗎 過去家裡面 還有掛祖先的相片的 阿公死掉了 我就看到阿公阿嬤的相片 掛在那裡 現在人很久就裝潢 現在的年輕人也可能沒有能力 買自己的房子 如果要裝潢 兩個黑白照掛在那邊 還好看嗎 有一點陰森 是不是 那如果沒有自己的房子呢 連公媽牌就不能放 我常常要搬家 我怎麼照這個公媽圍呢 你想過沒有 沒有孩子的別人懷念你不會很久 你有孩子的別人就一直想著你嗎 白日回來 那牆壁上沒有我的相片呢 死的當天就一起焚掉了 這個就是現實啊 那不論已婚不論未婚 人死之後像一個水泡一樣不見了 你能夠留什麼 你什麼都留不住 你留的是你的精神的作為 給別人的感懷 你能戴的是什麼 兩手空空啊 你說穿著漂亮的衣服走 一把火一燒衣服在哪裡 身體都找不到了衣服要掛在哪裡 只有這一生的善惡意 我在每一次參與告別式的時候 我都起如是的思念來告訴我自己 所以清修的不要覺得 哎呀 我醫生要怎麼 沒怎麼 因為我結婚了也不知道要怎麼 對嗎 想那麼多要做什麼 未來心就不起了嘛 我常講起心動念 老母最知道 老老實實替天犧牲辦到 上天會讓你所畏懼的事情 不要發生的 不能夠體天心 不能夠忌失智 擔憂的半死 只是多了一個憂鬱症 該怎麼走 還是要怎麼走 該怎麼不幸的事情的發生 半點都沒有豁免權 那眼前開怎麼做就很清楚了 你不看破 你不放下 你就會斜思妄念一大堆 我為什麼講這句話 因為那一陣子聽到有人跟一些捨生人談 那後來你如果回去要怎麼 說這句話的人有夠傻 對嗎 我旁的真的聽不下去 我說人家沒結婚的要怎麼 我請問你結婚的你要怎麼 比我們剛剛印象 這是哪壺不熱體哪壺嘛 是不是 所以學到人要有心得啊 不要老是去刺激別人 這個是事實啊 各位前嫌 所以了解這一點 一切的東西都是五運合合 伴隨著這個色深而有的一切的五輪關係 也是五運合合 那請問你 談放下執著我就不要做了嗎 錯了 人的業力會纏身 人的會寸步難行 就是過去在五輪關係有欠缺呢 所以我們所造的惡業 過了幾生 我們換一個角色 過去我孤怒我兒子 他要換他做我老爸來給我孤怒 過去我孤怒我兒子 現在我兒子變成我母 我母來給我孤怒 所以我最開始學到的時候 我就從這麼粗淺的因果開始 啊這個兒子 雖然是我生的 但是我不能親切給他打 不過後世人鑽誰做我爸要怎樣 對啊 我會怕嘛 寒山石頭不是這樣嗎 阿嬤做孫怒母啊對不對 所以現在要嫁好園 但是嫁好園不是只有把他照顧哪來 還要引導他走正路 後來的時候如果做輝瑞說我媽要我教的 那又結了二緣了 所以在這個地方我們就有一個正確的教旨的方向 可是我沒有期待 我只要把這個園散盡了就好 我的母親的角色辦 以前可以為所欲為去欺負我那個老師的先生 後來想不可以 因為《大解冤經》裡面就有講 夫妻關係的形成 就是你過去太虐待別人 這一輩子被別人虐待 所以我們很多道親夫妻關係不圓融 我就告訴你 不要亂談啦 你好像怪人 這些人對我們不好 你就沒想到過世了 你是怎麼把他們照顧的 是嗎 所以我就甘悟了有沒有 就開始把我的先生奉若神明啊 很尊敬啊 為什麼 我說後世人 過去種種譬如昨日死 大人大量不要搞 未來種種譬如今日生 請記得我的好 這不就結了嗎 三輪關係是最深的一個關係 你這樣去應對其他的東西 你就能夠善解了 是不是 這個你都解不出來 你將來就很難不去掉入另外一層陷阱 所以先看破這一點 就沒有後面的這些妄想心了 所以我不會要求去支配我的孩子 要照我的意思去做他的行 我只告訴你 你給我守規矩 有平德 你要做什麼工作 你要往哪個方向 我都沒關係 為什麼 因為這是每一個人他累世的因緣 所以我不希望把孩子綁在身邊 你要回來我張必歡迎 你要往外面去走 我也樂得輕鬆 煮一個人的飯 比煮兩個人的飯 來得輕鬆自在多了 我現在越來越傾斜 最後連著一個人的飯的責任 我都想交出去 但是怕在最後的這段路有沒有 要讓先生承擔太多的責任 要有些人鑽石 更辛苦 所以你說學因果不好嗎 因果很粗淺 但是因果讓我 諸惡魔座啊 對不對 不敢做啊 對家裡人不敢做 對外面人就不敢做 但是今天我就反擊我的家裡面的姐妹 她跟稻妻們宣揚 後學的煮飯數十年如一日 那是因為 不是 前人你在講 後學應了她一句 我說修行的最高水準 以不變應萬變 後學的姐妹就在笑了 對不對 我說媽媽伸給你們四肢 頭腦伸給我 所以永遠不要在言語上 占我的便宜 你溫書不贏的啦 有沒有 手足相聚有這份樂趣 可以沿別人不敢沿的地方 但是打去可以不可以當真 五運是因緣所生法 接著我們來分析 五運從哪裡產生 講色法講心法 講它涵蓋的一切萬法 從哪裡來 一念不覺而來 一念不覺 就開始有了心法色法 有什麼 變化出一個色身 有種種的妄念 所以我們學到 為什麼開始教我們 一定要看破放下 為什麼說從凡夫出三界 第一個要懂得萬法皆空 因為當你知道它是一個虛妄的像 你就不會被這些虛妄的假警所迷惑了 不會了 我們就是偶爾還會動念 偶爾還會因為禁帶動情欲 就是還沒有真正的達到那一種的 什麼那種境界 也沒關係 從來就是禮有頓悟 是要健行嘛 我知道的道理 然後見次去提升我的一個火候 所以我們不必氣餒 已經到那個修為的也不用驕傲 一驕傲有沒有 又開始回到我們起點 所以你看不論你怎麼談 各位前嫌 你一定是前後一致的 接著我們來看五運 這個五運很重要 因為這個五運是我們眼前身心世界 一切苦惱的來源 也是所有人間的氣勢間的 痛苦的一個根源 五運最早的時候解釋叫做五因 可是嚴格來講 要把這兩種合而為一 你把它合而為一解釋起來才圓滿 我們因為有色受想行事 有這個色也有這個心 有生理狀態也有色身 才會構成一個人體對不對 你如果只有一個色身 你就沒有什麼 沒有其他的七情六欲了 沒有情勢的作用了 所以一切的七情六欲是什麼 是從這個色身先有的 因為這個色身帶動了我們的情欲 所以就遮蔽了我們的朋友的真如佛性 讓他不能顯發他的那一種功用了 所以你看自體愛 境界愛 當生愛都是我之而來 所以學到一定要先破人我之 人我之不是自己靜靜的 坐在那邊就破的 有的時候道理明白了 豁然開朗 髮洗衝月 一走入人群有妙 就被惹惱了 為什麼 冤家對面而來 或者我們笑臉贏人 別人什麼 一個臭臉相對 也會讓我們啞然一驚 好心情 SARS之間烏雲蔽日不見了 不要懼怕 學到一定要走入人群 擁抱人群 服務人群 沒有這一個關卡 是不能夠去看見自己 到底放下了有多少 後學在學到的過程裡面 確實有的時候對有一些逆境 覺得不太舒服 不太舒服的時候 我是這樣關照的 這些淨都是給我們 去長養我們智慧的 我會不舒服 是因為這個地方有盲點 我看不透 所以我就放不下 所以別人 是經由佛菩薩的指點告訴我 你覺得你修得不錯了嗎 這個地方你還有盲點 不給你一個淨 你看不見自己 因為當局者明 所以第一個 不讓自己 成立在困境裡面太久 先生感恩的心 第二點 既然是我要學習的科目 我就要往後面去找 它隱含的言外之音是在哪裡 我們花很多的時間去找 找出來了破了 破了以後 反小於這個問題的層次面的東西 它完全不能動我們 真的動不了我們 就像我們的手 能夠舉起30公斤的東西 別人要我們去舉10公斤 20公斤 你就輕而易舉了 所以心量的擴大 就猶如我們人體去舉重一樣 但是人體去舉重再大 你力量再大 它還是有一個極限的 可是人的心如果開拓 量包太虛啊 要達到量包太虛 十方虛空在你這一心當中 佛陀講的多美啊 片雲而已 片雲處在太虛空 十方世界 在聖賢先佛的心裡面 不過是一片雲 輕輕地飄過來飄過去 那個多美 那眼前為什麼沒有這種心量 我問我自己 就是芝麻綠豆的小事 都愛與人計較啊 所以擴展心量還是要打破 對於自我主觀意識的強烈執著 所以修行最後帶來的答案 都是往裡面去看 這個我們就講過了 對不對 不用再說了 內的這個色身有生老病死 他有時間 不幸的父母懷胎就死掉 幸運的70年80年100年 你成團也不過800歲而已啊 不過是一個老不死啊 還是沒有出三界啊 他終究是有滅的 天地是外面的氣勢間 我們講天長地久 是對於我們色身而言 實際上我們透過經書就知道 天地也有壞的時間啊 這個太陽系的太陽 在燃燒科學獎 不是無時一年的光景而已嗎 所以你只是相對於短的 而立一個長的明目而已啊 不論是短就是長 最後終歸於生命 這個叫做沉住壞空 所以你還有什麼好去貪質的 起之世間金銀寶 介入閒漢70年 看一看能用多少用多少 揮霍的要擔因果 不揮霍的造福人群 自己選擇自己要走的路 色接著過來就是瘦 瘦想行事都是心法 瘦就是感受 對應外在的花花世界 讓我們去接收訊息的是 我們眼耳鼻舌聲 對不對 就是這五根啊 你保一切的外境 你納在心 透過外境的時候 我們裡面就開始經過 一個評比了 合我義的叫做順境 或合我義的叫做逆境 在順境裡面有貪愛心 在逆境裡面有憎恨心 你貪愛也好 你什麼你憎恨也好 有喜的心 有怒的情 這個都叫做瘦 又或者我說 哎呀今天我在修行 哎呀這些東西 我都不要計較 我都不瘦 你有不瘦的心 還在瘦 所以喜瘦苦瘦 樂瘦不瘦 這個都叫做瘦 只要有起心動念 都有瘦 有瘦就會怎麼樣 把一切境拒為實有 你會有瘦的感覺 是因為有我而知 我覺得穿這件衣服很漂亮 誰在穿 我在穿 所以我沒去 你的瘦的那種心理狀態 就不會去掃掉 你不掃掉 就永遠有欺情又欲 心有所稱分 有所憂患 有所愛要 行事就在那邊做主 第二個 當我們接收六根之後 不是會起一個分別嗎 順盡樂 逆盡什麼 逆盡就苦 它是從哪裡來起的作用 它以哪一個來做評比 依我們的主觀意識 那個叫做第六意識 所以色身香味觸法的第六根法 那個就叫做你的意識的一個作用啊 以自己的主觀意識 來評定外面所遇到的環境是好是壞 你看我們今天吃東西 一定有一些滿我們鹹鹹的意的 也有一些吃的比較清淡 會覺得它比較油膩的 或者我們在吃東西的那麼多的甜點 都各有所好的 對不對 你看我們的對一個鏡所生發的感覺 會一樣嗎 不一樣 現在是這樣的感覺 說不定再過兩年你就變了 為什麼 我的身體健康不允許我吃這種東西了 比如說甜食 小的時候都愛都敢吃 現在也愛吃 但是不敢放心大膽的吃 為什麼 哎呀我有糖尿病 我的血糖太高啊 吃下去會幫啦 幫就是吃喝西瓜啦 你看你喜愛的東西 是不是也有變化 小的時候喜歡年輕的時候穿迷里裙 請問你80的老人穿迷里裙能看嗎 你看你喜歡的東西會變啊 是不是 那你又何必執著你現在認為好的東西 就別人都要接受呢 我們喜歡用我們的主觀意識去裝扮我們的孩子 結果你的孩子就被塑造得跟我們一模一樣 我們在人世間的一切的作為啊 都沒有離開自己的主觀意識 所以遇到禁的時候常常會措手不及 不知道要怎麼去應付 所以撇開了主觀意識 就沒有順利盡的什麼 一個干擾 所以第六式叫做什麼 叫做想 想韻也叫做想音 你看這個字的造作 想就是向下面有一個心嘛 看到一切的進的時候 總有自己的想法 依著想音就有三星 《金剛經》裡面講的 過去心 現在心 未來心 所以當那個菩薩要點畫 《青龍書超》的那個作者的時候 他就單了一段點心呢 就問他 你要哪一顆心呢 過去 現在 未來 這三顆心都不是我們的真心 真心從哪裡而來 真心是我們離開了 這一個意識心的時候 你的真心才能夠見至現前的 所以你研究了心經 再解金剛經的掃三星的時候 你就很清楚要怎麼解 才會比較深入了 你了解了我值對一個人的影響 有多麼大的時候 你就知道金剛經講的去四項 其實中瓜只有一個我像 我像不見 一切像就無從跟他對立了 他也就不見了 所以學到的步驟就是這麼簡單 問題是 我是人世間學到最大的敵人 我們都受我們自己的控制 所以第六式叫做響音 第七式叫做行音 我們都以為行音 一個念頭鞭策一個念頭 像流水一樣 潑潑相絮流動不停 其實第七式是三界生命的總基礎 第六式叫做第六意識 它是依著第七的一根 而起的主觀意識的分別 我們修的時候 從去第六意識的分別 淡化第六意識的自我意識的主觀意識 從這邊起修 一直要把第七式破得乾乾淨淨 才能夠把第六式的響音給掃掉 為什麼 第六意識是依附在第七的一根上面 所以講行音 是講第七式的一根 根能夠生分別 所以如果把這個根拔掉 分別就不出來了 這個彼此之間的關係要知道 兩個人是難兄難弟啊 如果把這個兩個人給轉過來 他就能夠助我們成道 轉第六意識為妙觀察制 短期期意識為平等性制 你了解萬法平等 就不會起不平等的對待 執著就是因為不了解萬法易如 都是由自信所起的一個變現 所以在法中旺起執著 旺分高下 這個就是智慧不能夠完全開顯出來的原因啊 這是行音 行音 如果用為世來講 為什麼要講到為世呢 因為這邊就會牽扯到 我們儒家思想裡面講的聖讀 你越研究不論從哪個角度看 三教是融歸一起的 那這個聖讀在儒家的經典有沒有提 有 孔子在論語裡面有提到 君子有九思 那一個九思 也就是行音在佛門當中的思心所 他談的是破這個地方 第七世 他有這三個一個主宰的功能 不要把這個思當成思想喔 不是這個意思喔 有了第七世的這樣子審慾 審慾就是考慮他的利弊得失對不對 然後去決定 決定要發動這個作用 這個都是第七世下達的指令 交由第六義世去執行 第六義世傳達給五根 五根就開始落實了 他的次第是這樣而來 講起來有次第 實際上在發動的當下的時候 是同時進行的 如果不是同時進行 就像我們看電影有慢動作了 哎呀我先思考 再決定 然後發動 然後去執行 那你這個動作每個人就很和緩 世界上就沒有食惡了 我們造作這麼多惡業 就是太容易衝動 是不是 所以這是第七世的作用 因為我們不是上為世學 給各位前嫌有一個概念就好了 所以你看啊 我們的受 想 行 那為什麼沒有把誓音擺在很重要 因為誓音有夠悲哀 有夠可憐 有夠冤枉 那是一個倉庫 現在做的點點滴滴的好好壞壞 往那邊去儲存而已 往那邊去儲存 他就帶著我們的好壞 開始去輪轉 所以我們講先來後去主人翁嘛 對不對 所以你修到為什麼在講 我們修這個 修所謂的六七呢 因為很簡單 六七就是一生惡業善業的 關鍵點之所在啊 所以我們透過的這一段 你瞭解行音的重要性 我們來看儒家思想的對應 孔子教我們要有勝思 做到任何事的時候 你要善用自己的思考 這個思考是正思維 八正道的正思維哦 不要再用到自己的主觀意識哦 所以佛陀在經教你們告訴我們 菩薩昼夜常思維善法 意念善法 不要人家怎麼說 我們就怎麼跟 盲從 大家都去跨年 我也去跨年 到底跨什麼 你在家裡面年就不過去了嗎 一窩蜂的敢流行 所以現在很多的行業 它很快起來很快衰敗 為什麼 因為人心多變 今天喜歡明天討厭 他喜歡的時候 大家一窩蜂的去創這個行業 當人的心不再朝這一方面去運作 沒有喜愛之親 這些行業就漸漸的衰敗了 所以你看科技業的東西啊 那個替換率太高了 因為都在投人心之所好 而人心之瞬息萬變 所以佛陀教我們這個 孔子教我們什麼 君子的九思 這九思就是我們在道場上做事 我們要去涵養的功能啊 第一個 視思明聽思聰 耳聰慕明啊 耳聰慕明 耳的聽力要好 是告訴你事情要聽清楚 聽清楚嘴巴就能夠隱惡良善 我們聽到的是好話 你就可以過嘴 聽到的是不好聽的話 就到此為止 這是你耳朵要會聽 這個才叫做耳聰啊 不是我的耳力哇好厲害 蚊子在叫我都聽得到 生一個耳朵也不是聽蚊子叫的 我聽不到更快樂 為什麼我一叫到天亮 你聽得太清楚 你就被他給干擾 坐惡難安 不把他給抓到 不把他緊出去有沒有 我真的睡不著了 那這樣你來去外國就很辛苦囉 新加坡沒有什麼 沒有紗窗啊 那一個蚊子 你就徹夜在房間裡面奔波囉 你就很難安寧了 視思明是叫我們眼睛要看得清楚 我現在也很不不的 所以我要去陪老花眼近視遠 我們只講究自己的視力 我們有沒有想到一件事情 有沒有把它看透 真相看破了嗎 不看別人看自己 我們看破了嗎 要這樣子才會耳聰慕明啊 所以孔子講這句話 不是叫我們要善於照顧自己的眼睛 愛護自己的親力 而是意在眼外 是放在心性的一個修養 透過六根告訴我們 要具備什麼樣的羞恥 測試溫 態度千功和矮 茂斯公 你的身體要循歸道具 請問你有沒有很耳熟 十五條佛歸你念的嗎 不要說我背得很熟啊 可是你中間一跳出來 我就不會念了 那你為什麼要背呢 因為聽講師講 將來回去背不出十五條佛規 要受罰的 所以我是照著次序背 你中間跳一條出來 我怎麼會知道 只是為了要背給佛祖聽嗎 那不就很辛苦嗎 那是要時時刻刻 能夠耳庭面命叮嚀自己 言思中言語要中可 所語 妄語不可說 奇語更不可說 奇語就是逢銀拍馬 看那臉色 別人喜歡聽什麼 我講什麼 這個叫做奇語 那為什麼這樣做呢 因為要謀得我的私利 我跟有錢人比較高倍 這樣後面 我如果經濟有問題的時候 就很方便 對不對 我西瓜 我大餅 後面如果要吃的時候 吃的肉 處處在考量自己 你在言語就不由衷了 態度就身不由己了 為什麼 你要逢銀外在的一個環境 而外在的鏡 剛剛有提過 瞬息萬變的 所以他變我就變 你看那個奸臣 對不對 那隻厲害啊 和聲一個大奸臣耶 乾隆迷得要死啊 因為他太懂得乾隆的心理 拍馬屁拍得恰到好處 高帽子戴得剛剛好 不會太重也不會太輕 樂得乾隆 龍心大喜 可是龍心大喜 親小人的原因 最後的結果是什麼 江山敗掉一半啊 乾隆死的時候 清朝已經激弱不堪了 國庫已經沒有錢了 家庭去接那個爛棒子 乾隆還自詩十全老人 阿彌陀佛 我不應該去毀謗這些古人的 後學只是講 一個做國君的人 當他不能夠去清 賢臣怨小人 他會禍國殃民 我們一個修道的人 不懂得清淨善之事 不懂得怨惡之事 我們就會靜默者會 也會受到影響的 所以事事盡 行事要謹慎 這兩條合起來 十五條佛歸 最後一條謹言慎行 疑思問 疑思問就是 我友誼必問 你看六祖談經 般若品 後面的疑問品 就告訴我們 對於義理了解不夠清楚 我們去把它問明白 不止下問 是謙遜的一個表現 中庸裡面也提到這一段話 任何事情 你不把它弄明白 沒有去慎思 最後有沒有 一定會自己 功敗垂誠 所以談疑思問 他是教我們 你要謀定而厚動 把整個大局弄清楚以後 你才能去做啊 尤其我們學道的人 我一直叮嚀我自己 做我該做的事 而不是做我想做的事 這個當中是有落差的 當我們做該做的事的時候 你可以跟天合而為一的 當我只想做我想做的事的時候 那是我在裡面做大的 那是一個主觀意識 那是一個我之的一個強化 所以時時刻要問我 這是我該做的事 還是我想做的事 分心出來有沒有 就不會一意的盲從了 所以修道要什麼 按部就班 才循序漸進成就啊 憤思難 佛門講的 貪嗔痴裡面 一念稱心起百萬帳門開 所以古德教我們 您起百千貪心 不起一稱慧之心 因為稱憤之心 只能帶來祸患 沒有半點的好處 貪心還有好處 我貪財是希望我借著財去行財布施 我貪求什麼 對於法的一個多理解 是因為我希望借由法去引導別人 這個叫做善法慾 但是不要把貪財當成無所不為 不是這個意思 他還有一念的善心在後面之稱的 只有一個稱心 完全沒有好處啊 最後就是我們常講的見德思義 這就不用解 所以這九思合在一起 就是一個什麼 就是一個聖思啊 你要思維善法意念善法 就不可以離開這些 請問你 這樣子思維不就讓我們的六根 時時刻刻能夠置信於一處 而不亂了嗎 你外面六根對勁不亂 行事作風中規中矩 所有輸送進來在阿賴耶事的東西 它是善法的 就算你不修出世道 不去求跳出三界 你來人世間也是人中亡 也是富貴名為雙收 眼前我們看到了世界的百富的 那也是過去生行善的 但是沒有修出世道 得到了人間的福報 那如果我們要修一個出世 要修能夠成就聖賢之位 你更不能讓外面的一些的邪思妄念 隨意的來干擾我們的六在 所以阿賴耶事是我們的命根 你淨化以後 我們就稱它為什麼 靈性或者叫不生不滅的什麼 我們講的真如本性 或者叫沒有任何染物的無垢式 那個都是指阿賴耶事 淨化完內在的那一份無名之後 才叫做無垢式 那個只是更細微的一個分 所以阿賴耶事 是含藏一切萬法的種子 種子藏在那邊不會就此不見的 你身口意的一切的造作 哪怕是不精心的一句話 不精心的一個念頭 不精心的一個什麼 一個鏡從我們眼前閃過去 你把它射受下來 它都成為一粒種子 你就了解孔子講 非禮物事 非禮物言 非禮物動 這些的非禮 非僅僅止於我們的生不妄動 連心思你都不可以 隨便的去啟動它 一旦除進去了 它就永不磨滅 來生再來人世間歷練的時候 它一定欲緣起現行 所以沒有人去修第八世 只要外面進去的東西乾淨了 乾淨的東西進去 就能夠把原有的不好的東西 給它替換掉 我們能夠行一善 就能夠取代裡面的某一個惡 食惡的相反叫做食善 只要能夠去食惡 食善的本能就現遷 不用另外再次充實 食善的什麼 這種特質不需要 不行食惡 食善就現遷 所以這邊又衍生一個問題 到底我們靈性 什麼時候才進入到 我們這個身體 我在《道德經》那個班期 還聽到前嫌們講師們 在討論這個問題 坦白講 當時是覺得有一點 很不可思議 現在來想 是覺得 看個人吧 隨緣了 前嫌有在問 我們的靈性 到底什麼時候 來到這個色生肉體 請問你什麼時候 你們告訴我啊 啊 要出生的時候 OK 這個就跟那一位前嫌講的一模一樣 那我這樣就說好了 這樣的說法 是違背聖人的道理 在我們人世間裡面 在整個宇宙萬有 能生的只有一個道 落在我們的身體 就是我們的人性 就是我們的佛性 性在人在 性去人亡 對不對 如果有人講 那個獸精卵 跟精蟲何在一樣 獸精卵 在母體之內 那一份能夠長大為 十個月胎兒的那個能力 是來自母親給的那種靈魂 我們前嫌這樣講 那個叫做後天的靈魂 一直到我們出胎以後 呱呱墜地 然後那個母親給的那個靈魂不見了 然後老母給的靈性就進來了 各位前嫌 那這個人世間 能夠生天生地生萬物 有能生的作用的 就不是一個道而已 不是一個靈性 還有另外一個東西 那老子告訴我們 道是 什麼 超然獨立於外的 對不對 那釋迦牟尼佛也告訴我們 剛剛講 有我只有當生愛 什麼叫做當生愛 你對於這個色身肉體有貪質 當我們的因緣到的時候 我們所貪的那個境界 那個陰陽兩物在交配的時候 你會對近身心 靈光就進去了 所以十二因緣法講 無名原形 行原事 事原名色 有這個靈性才有受精軟 要不然那個叫做胎死腹中的 所以什麼叫做死胎 就是那個靈性有沒有 中途它抽掉了 所以如果你說父母給的 那老母的靈性進來 那父母給的去哪裡了 她既然能生 她還能夠生其他 所以這就是告訴我們 前嫌門如果 不去多讀經典 你就沒有辦法 變明真假 就把這種似是而非的言論 去到處的去傳播 如果僅止於道場 衝其量誤導一些不明理的道氣 如果你講到外面去 它會帶來另外一層毀謊 那就是你一貫道的人 都講這種奇奇怪怪的道理 那個責任就大了 所以不符合於三教士人的東西 你就不能亂講 言必由衷 要衷肯嘛 所以各位前嫌阿賴耶士 就是我們常講的命根 老人家常說先來後去主人公 他最先來到父母的肉體 他最後離開我們的身體 所以才講人要歸空的時候 他的六根對六成 不起現行作用 然後他的阿賴耶士 未必離開身體 善意的移動會讓他痛苦 會起稱分心的原因在這裡 所以武士講完了 我就整理上來 所以佛陀講 什麼叫做胎育 靈性一來到人世間 就在受苦 在父母體內就在住胎了 住胎的時候 這個母親沒有養生之道 像後學一樣 吃酸的喝辣的 然後是走幾點 我的那個兒女在我的肚子裡面 就在水深火熱的腳騰 她生出來個性就不健全 火爆 然後 於是我面對我的女兒的個性的時候 我就一直往裡面懺悔 為什麼沒有胎肌要往 那個時候愛吃冰的 然後愛吃辣的 所以這個小孩子在裡面有沒有 蛇冷蛇熱 她就出生以後 情食多雲偶正雨了 所以你要把它翻轉過來 就要有很大的愛心 我覺得我翻轉過來 我的女兒她是一個非常孝順的人 我在很多前嫌的前面讚美她 沒有一個人會如此照顧她的爺爺奶奶的 她真的很愛她的爺爺奶奶 我就安心了 因為她能愛她的爺爺奶奶 就不會忘掉她的生生母親啊 是不是 愛有源頭嘛 所以我很感謝她對於她爺爺奶奶的照顧 後學就跟她講 那是我的責任 但是你取我而代之 讓我有更多的時間行空了月 所以我感謝啊 五百塊錢 小紅包五千塊錢 意思意思 張兄就不高興了 你聯絡母女的感情 置我父親於何地也 我說有智慧的人善用錢財 營造人際關係啊 她真的很孝順 所以我永遠不擔心她會走偏 她真的很好 所以各位前面先看 修行先轉六七兩世 因為這兩者有領導的作用 七世左右了六世的分別 所以譚經不是有講這一句話嗎 六七因中轉 你在因地人間歷練 你就要把它進化過來 果地上你才能夠去成就啊 五八就是你的前五根 就能夠隨著我們的六七兩世的 我執法執去掉了 我們的五根對於外城的時候 它於一切境不受影響 然後儲藏在我們阿賴爺氏裡面的東西 就沒有不進的 那個時候就轉世為制 轉阿賴爺爺為大圓進制 我們在人世間的歷練就是這兩者 六是因為色身習性 七是因為執著叫秉性 所以去習性畫筆性 是所有學習裡面最重要的科目 我還有十分鐘才能下課 我們就先談五音的重要在哪裡 我們覺得現在的世界很亂 我們稱它為五濁二世對不對 對 五濁二世從哪裡來 你不知道它從哪裡來 你就不能夠化人心為良善 那是我們一貫道的道之宗旨 是所有一貫道的地址 應該去擔負起的責任 那五音的重要性就在這裡 你看我們在研究一切經典 都談五濁二世 談外面現象界 所帶給我們的一個什麼 一個實境 然後這個境從哪裡出來的 我們先來看 我們一般講五濁二世 談的是什麼 第一個 截阻 很簡單的道理 我們去思維 現在我們看到了是不是這個 截阻末法時期 激井瘟疫刀兵相繼而起 永無安寧 這是以色音而力截阻 力是什麼 力就是成的 因為人人都執著這個色身肉體 認假為真 所以造成了人我之間 為了滿足這個肉體 而有種種的爭鬥 所以才形成了現象界的 所謂的截阻 所以五濁基本上來講 它就是五濁二世 形成的一個關鍵之所在 所以五濁叫做根本五濁 造成外面現象界成為五濁二世的 根本原因來自於這個五濁 來自於你我心中的這個什麼 這個五濁呢 對於色法心法的一個強烈執著 認假為真的這個妄想心所帶動出來的 見著沒有正之見不行正道 一說分飲 什麼叫沒有正之見 以後我感覺不好 這東西不好吃 你把外境帶給我們的刺激 都當成真實有 所以你才會有什麼 有受音啊 你如果有正之見 巴正道裡面的正見 你了解萬法皆空 一切淨都是淨花水月 虚妄不存在的 你怎麼會被假的東西給激動呢 你就不會覺得我被傷害了 他罵你 你在哪裡 他看到你的嗎 我對鏡子照都照不到我自己 他還能看到你嗎 他看到的是這個假體 他罵你的時候那一句話 罵的當下出口的那一刻 他就煙消霧散了 進去了我還纏繞於心 你把那個鏡擺在心裡面不能放 是把一切鏡當做實有 所以沒有去掉我執 沒有去掉境界的一個貪愛 你自然而然就有受音了 有受音就有建築 建學建築 政治建築 這是今天世界很多亂象的由來 邪門外交的由來 爭權奪利的由來 從這邊而來 所以依受音利建築 建立就是依此而為基礎 而形成一個大面積的一個影響 所以一個人墮落 影響力還小 大家都有樣學樣 人人都墮落了 他就成為一個什麼 動盪不安的世界了 煩惱灼 世人貪於愛欲 所以稱怒鬥爭互相欺狂 依想陰而立煩惱灼 所以請不要忘記 這些想都是立在 對於這個色身假體的一個執著 立在把自己的那一念起心動念 當成是真的 我覺得就一定如此 就堅持不放 所以眾生著 世界上大部分的人 造作太多的惡行 心念不靜 身體不靜 這個都是因為他不通義理 所以行因利眾生著 越來越多人持這樣的觀念 就有眾生著 我們在交友的過程就覺得 好像非常的膽戰心驚 因為不知道今天出門 會遇到好人還是壞人 我們對於孩子的交友 我們就是什麼 時時刻刻想把孩子捏在手裡 因為你怕放出去 被壞朋友給影響 我們也不樂於擴大 自己的人際關係 因為總覺得 別人對我心懷不軌 那是因為太多的人 有這麼一個不好的一個作為 所帶給我們的恐慌 命灼 剛剛講嘛 無名原形行原事 造作了這麼多的 身口意的惡劣的行為 積存在我們的阿賴耶穌裡面 於是讓我們來人世間 煩惱很重啊 這個壽命就很短了 所以這是一世音啊 所以你要求償命 你就要多做一些好的東西進去 為什麼這個世音 能夠帶來這樣的一個結局 在道家的大姐冤經裡面 他就講得很清楚 人來到人世間來轉世 在五輪關係的行程裡面 會出現24種冤恨的一個氣 集結在那邊 當我們出生的時候 這些冤氣就集結在命宮裡面 然後遇到那個時間了 姻緣就觸合了 冤家陸仔相對面了 討報環報就開始了一場對應 所以任何人只要造作的惡行 你絕對閃不掉 為什麼 他都牢牢絲毫不差的 印在我們的阿賴耶穌 所以眼前的瞬境 不要以為我一定收到很好的 你看把他都遇到那麼多困難 我都沒事 看不到的在後頭 所以人一定要戒慎恐懼 他山之石可以公錯 我們要知道自己戒慎恐懼 原因就是眼前沒有遇到 不表示自己已經修得公恨圓滿了 所以知道別人錯誤的癥結之所在 而衍生出這樣不好的結果 我們自己就要在什麼 冤家沒有上門之前 先好好地涉受自己的身後 所以你做的你一定要受 自作自受 人世間沒有任何一件事情 是巧合啊 我就沒有生理搞到拍朋友 我就沒有注意帶到這個歪幕 那麼多的不幸 都是在不經意當中 給你遇到的沒有 你注定的 所以人來到這個世間 你要走的每一步路 各位前嫌 你要娶妻 你要生子 你要走什麼工作 你要遇到什麼樣的朋友 人生境遇是好是壞 瞬境多逆境多 是哪一種情況 各位前嫌 在你出生的時候 就已經定好了 所以修到能敢運命的原因是什麼 是因為過去是在五輪關係上面 行為有偏差 我現在在五輪關係去修正我 一直教大家 惡緣也要善解的原因在這裡 你才能夠跳出這種 不間斷的苦惱的輪迴 你才能夠讓這個冤氣有沒有 早一點的散掉 所以如是到不約而同都在告訴我們 你自己不去慎護自己的信念 眼前看似出了一口惡氣 好像蠻痛快 後面有更大的危機 等著我們而不自覺 所以修到人為什麼要修忍辱 退一步海闊天空 因為人世間沒有吃虧 沒有占便宜這件事情 所以你掉了錢 你不用很難過 因為撿到的一定是跟你有緣的 可能你欠他的 借這個機會你還了佛經有記載 很多的過去的歷史公案有記載 我已經來不及再說了 因為我的時間有限 那如果那個人不是你的冤家 是臨時起義的呢 我會不會有可能掉到那個 我不欠他 他撿到了沒有還我 有沒有可能有 但是你有沒有還的 有沒有 因為後世人連本代替還給你 連你都還給你呢 你看看現在你還要煩惱 情報起來了有沒有 歷史那麼少 嫁夫在那個地方 你都不用擔憂 為什麼那個沒有避值的低落 他連本代替要還 那這樣我們撞到很多 有沒有 真的不是我們命中該做的 是被不該撿的人撿去的 你不用擔憂 後世人來這個生股 要去外面化學 都有飯堂好吃 在這裡就找一招 當然我不是這樣講 你就故意把口袋露一個洞 自作惡不可活啊 是不是 那是你自己做的 我很小心的保護我的財產 但是柴子常常來我們家 對嗎 交到朋友 都是用肚子來炒我的腰 是嗎 要怎麼 你就沒有煩惱 在一切盡起如是關 被他騙走了 你就認了 不是解那個惡緣 也是讓你未來生 能夠平步清雲 所以了解一切盡 好好壞壞 有他存寒的意思 你只要心不動 你永遠不吃虧啊 所以世肝沒有損人利己 這一句話 損人必然損己 利人必然利己 所以我們前人一直呼喚大家 趕保持啊 因為利益大眾有妙 最後就利益我們自己 所以善也好惡也好 這個叫做自作自受 不要看到這四個字就走到要死 善業也是做 善果也是受 不要永遠往壞的地方去想 那常常想到壞的地方 可能是做了太多虧心事喔 所以觸景就生情嘛 所以五濁二世的由來 是來自於眾生的心念的不正確 有五因才會有五濁 這兩個意思是一樣的 然後再來看 我們要化人心為良善 祭世界於大同 看眼前的境界 真的是很痛苦 那無可靈欸 於是我們回想到恐怖之將 革悟自知 誠意正心修身 其家 祝國平天下 從一個心念的 惡念的格除 可以達到平天下 釋迦牟尼佛也是這樣說的 五因本來是沒有自信 一法不利一成不染 何來的色法跟心法 沒有這些染拙 是過去無數劫之前 自己動了一個念 這一個念頭 沒有當下回光返照 立即修正 順著這個念頭 越走越偏 執著了 它就形成了後面的色法跟心法 你對一個人的貪愛 後面找到他家人家做母 或是家人家做太太 他的男女的情愛關係就出來 所以看到世界的亂象 會覺得束手無策 可是回過頭來想 一切亂象的形成 無非就是一個念頭沒有掌控 所以如果我們引導別人 不要給別人那麼一個龐大的責任 哎呀我們一貫道弟子 是要我們什麼 要我們去畫五卓二世為蓮花幫 還有那五靠林 世界人如來如派 如果你跟他講 你們修到修什麼 沒有啦 叫我們進化信念 好好學做人 這就不困難吧 所以我們因著不同的根器 去給他什麼 不同的一個教化 所以五卓二世原來是一念所帶起的 那方法就出來了 正己而後才能化人 先正自己的一念 君子之得風 小人之得草 風行草原 有這樣的一個修養 從我們個人修身 成於中行以外 到齊家 然後影響力 就隨著個人的 得性的一個培育 而能夠什麼 五遠佛界了 到那個時候 就真正能夠 畫五卓二世為蓮花幫 所以我們眼前每一個人 散播在不同的角落 親近不同的親朋好友 這個也可以 心心之火燎原啊 每一個人去進化周遭的兩三個人 他會成倍數的 所以不要以為道之宗旨 是一個空口白話 確實可以做到 這做到就從一開始的有沒有 各位前嫌 一念 一念要正 方法呢 一貫道的五字真言 好用啊 五個字而已啊 所以有前嫌講 哎呀人家那個 別人馳迷念佛多方便 我說哎呀你都沒有算清楚嗎 馳迷念佛是六個字呢 一貫道只有五個字呢 五比六還要少呢 你怎麼不要算算看看 所以講來講去 不是我老王賣瓜 彌勒佛是未來要人 人世間應運的佛 使他的名號 就可以憑藉著他的佛力 讓我們減輕很多的一個什麼 困惑 煩惱 痛苦 障礙 誰說的 釋迦牟尼佛說的 所以你們不可以反駁我 各位前嫌懂嗎 這堂課到這邊為止 感謝天然事得 謝謝大家